而受到少子化的影响 台湾观光学院招生困难 今年4月将停办计划 喊报教育部 而经过教育部召开 专科以上学校设立变更 以及停办审议会后 正式通过了台关的停办案 9月1号正式停办 台湾观光学院也正式走入历史 创校至今已经有32年历史的 台湾观光学院9月1号起正式停办 根据了解 目前学校还是零负债 但在大环境的改变 确实已无一毛钱可周转 停办是无奈的选择 目前学校也只剩下8位职员 也正进行最后的校场盘点造册 学生部分已经有124位 转到慈济科技大学餐饮专班 大汉工专四位 学生转学后 原校修过的学分可以从宽抵免 毕业门槛依原校标准 而未完成的论文或专题 由转入的学校协助来继续完成 而学校未来的校场将如何处置 目前的行政人员表示 将由学校董事会与教育部寄职司 召开转眼会议后再行决定 记者林杰双风箱采访报道